是祖国家的地方有口勇俗 祖下人就是回血里路了 所有人都过了桥翩翩诗航大师不走 阿弥陀佛 原真君万岁 祖鬼长生 民族万岁 虽然迷龙一向已老出世人 但他这个时候却成了细致的人 呼喊着诗航大师一起走 大师和世宋别坚决不肯过来 他们早已经决定战死至最后一人 后方的枪声越来越密集 大师毅然决然从容捆绑着炸弹 龙文章只能招呼大家赶紧上路 没过多久 便听见了一声巨大的哭泥 大师牺牲吊桥炸弹 悲伤笼罩在炮灰们的心头 于是大家调侃着他们不会打仗 纯粹是拿人往上填 是傻子是疯子 的确他们是毫无章法的 小叔同甚至连如何甩手榴弹都不会 即便如此但他们敢于反抗 他们恢复了该有的智慧和勇气 只有不再安逸 炮灰们才看到了那个倒在血色中 充满希望的少年中国 这是黎明前的曙光 来到了和尚所说的大荣树下 大家找到了那条返回缠达的路 迷龙拉起藏在江水中的锁度 过江回家 炮灰们大动目不时盯去 都没有一人放弃背着的书籍 因为书里有康红雷的隐喻 书代表着思想 有思想很重要 在起初到底要不要将书 带回去这个抉择中 小叔同是站在孟夫这边的 他说我们不仅要打仗还要走下去 带着书思考着走着 我们不想我们就完了 我们不走我们也完了 书怎么能留下 而我们作为拥有上帝视觉的观众 清楚地知晓放弃思想 造成的十年文化动荡和人性沦陷 团长中的炮灰们是一群没有选择的人 但他们仍在绝境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龙文章见过用生命扯淡理想主义的梦凡了 不善言辞的理想主义者林立 两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都比龙文章小事与损 直到遇见小叔同 一个连携带都不会记得少年 可他却在坚定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在他的生命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这仿佛就是一面镜子 每个人或许都有过小叔同那天真纯净的年轻 所以梦凡了很烦躁 看到小叔同就像看见了自己一点点溃烂的青春 他永远年轻但我们却在老去 和小叔同形成仙灵对比的就是梦谱 两人都是读书人班书人 梦谱并不被大家喜欢 然而剧中却绕不开这个角色 在收到儿子一封封一书后 他不顾年迈和路途 举家牵制滇西 希望能够跟儿子一样死在前线 死得有薄气 可就在大骂市局和军人战争以后 他戏剧般的成为了在村头刷大东亚共荣宣传语的微宝掌 为了狗活 甚至帮日军养着慰安妇 就是这样一个老头 在家中摆着一张书桌 养着一亭芳草自欺欺人 他口中的笑涕中心理一连耻简直就是个笑话 梦复坚持带书导致了整个游击队全军覆灭 书代表思想 说明梦复不愿意放弃他的思想 这些书都是孤本 小叔同曾天真的说孤本可以在意 等打完仗后就不是孤本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书不过是孟夫为了满足个人战友的快乐 两者完全一致的行为偏视完全不同的动机 过江以后 于孝卿和唐基早已等待在此 不管对方的话是真心还是嘲讽 龙文章都将其当真了 刚刚还有些高兴的于孝卿马上变脸 将话题转移到一份丢失的西安地图上 那是根据美军侦察机由于孝卿亲自指导做出来的情报 龙文章听到后赶紧从孟凡的身上翻出地图 递到于孝卿的手上 原来龙文章过怒将接梦父母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为一直在说却从未付出行动的反工作准备 地图是搞战防炮时顺来的 在西安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龙文章都在那张标有机密的地图上进行了比对 确实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看到了竹内连山在南天门反斜面上的攻势 可南天门上那棵早已实化的古树被改成了碉堡 至于为什么在后面会揭晓 于孝卿拿到地图后 龙文章故作扭迷地指出了地图上不少的错误 这是一份重要的作战情报 于孝卿放下架子赶紧想换的地方说话 坦打有一个地方不错 师座 您好久没来机器坡看过了 这也是您的真理 要不究竟吧 如此请求让于孝卿面子挂不住 唐吉赶紧帮忙打了个圆场 于是于孝卿来到了他没有来过两次的机器坡 看着战士们碗里的芭蕉树根蘸盐水 他很好奇为什么吃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芭蕉树 树根剥了皮泡盐水 芭蕉树 醇 心